人离了婚带两个孩子 都不要老想着 去找这个找那个了 你自己挺起几梁 自己去赚钱吧 评论区就会有人评论 我认识的那个人 就带两个孩子 那霸道总裁给他买车买房 彩底给他了88万8 还把他捧在手心 终身不让他再生了 他就是有那个福气 那不是霸道总裁呀 那是脑残总裁呀 那霸道总裁为什么会爱上你呢 因为我善良 哎呦个亲娘哎 百分之九十的男性 其实他也不希望找个女人 驮着他的一百多斤 让他吃现成的百分之九十的男性 其实他都是希望女性跟他 并驾齐驱并肩作战 共同面对生活的狂风暴雨 我说审问叫真正的觉醒 真正的觉醒就是放弃 对一切人的期待和幻想 这个世界上既没有神仙 也没有救世主 更没有一个爱你如命 疼你入骨的男人 妥妥的准备着 就等着你离婚来做接盘 没有 其实我们终究活的都是自己 平日有福他 未经许 没有 非常装